前面说过,自汉代起,皇帝死后要入庙,后人要给他一个尊称,视为庙号。汉代时,皇帝死后能有个庙号是非常困难的,除非有大功德,否则不给。 汉朝二十四帝,仅有七位皇帝有庙号,有些皇帝有后来也被撤了或者废了。不过,从汉代以后,庙号就乱了,本来的一组多宗被曹魏乱了,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。 后来是个皇帝都有,曹操父子在庙号中通常是文武景之类的,最高的是人。人在中国一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,尤其是孔子,更把人视作最高境界,自古即经。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,还是一介不一,都需要人。金庸不出名而又很喜剧的小说《鸳鸯刀》中就说道,神者无敌,中国历史上能获得人宗称呼的皇帝仅有六位,分别是。 亲人宗,嘉庆皇帝爱心觉罗永远,明人宗断命皇帝朱高赤,元人宗,贝尔至今,爱遇黎巴利巴达,夏人宗,西夏历史上在位醉酒的皇帝,李仁孝,宋人宗,开创人宗盛世的赵真。 最后一位是汉仁宗,继汉后主流禅,嘉庆皇帝清夏,元且不说,单说汉族的皇帝,明人宗朱高赤,尽管小年不大,做皇帝的时间更短,才十个月。 但是,他的确是一位仁德的皇帝,由于老爹朱棣过猛,好事干得固然多,不得人心的事,干得也不少。 比如朱方孝如十足,朱高赤朱高赤继位后,先后给方孝如和解敬平冤昭雪。 他任用杨士奇,杨博,杨荣辅正,废除功行,减免赋税,爱名如子。 为仁宣之治的盛事奠定了基础,宋仁宗赵真是宋代第四位皇帝,尽管在他做皇帝期间有庆立协议,大宋明文为君,但每年给得西夏卷十五万匹,七万两银和三万金茶叶,也曾有过短暂的庆立新政,但这些并不能影响他的功绩。 影视剧中的赵真,他在位期间虽有岁币,不过费用远比战争费用少,更重要的是为大宋带来了近百年和平。 他大力裁剪各种祭祀,上次整顿冗兵,冗公宋时赞约,转约,为仁君至于仁,地成无愧焉。 最后一个,纪汉后主刘禅,他凭什么被尊为汉神宗呢? 诚然,刘禅不是庸才,更不是扶不起的阿斗,虽然有诸葛亮的辅导,纪汉农业,经济发展,以一周之地能打得用六周之地的卫国台不起头,不过这似乎还达不到人啊。 刘禅原来,五胡乱华时期,匈奴矛盾,缠于之后刘渊,趁着八王之乱,中华大乱之际,成绩化的自立,建立汉。 他虽然自称汉王,到底是匈奴之子,不过刘渊有个优势。 他家族上,因为都是和大汉刘家通婚,所以他体内有汉族人的血液。 为了笼络人心,他说自己是大汉的化外移民,认刘禅为先祖,搞不懂为何不直接认刘邦,所以尊刘禅为汉神宗。